《寒寒指导》 《寒寒指导》 只能自己左肩换右肩 越长大越发现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容易二字可言 就连委屈和痛哭 都要选择场合和时间 这正如张爱玲说的 笑 全世界与你同声笑 哭 你便独自哭 成年人的委屈 都是不能分享给别人的 在人生之路上 你总会经历黑暗时刻 总会有些沉重 无人与你分担 尤其是到了一定岁数以后 自己就得变成那个 为别人遮风挡雨的屋檐 一睁开眼 周围都是需要依靠你的人 而你再也找不到人可以依靠 累了 就只能咬咬牙 把生活的重担 从左肩换到右肩 当你遇到了生活的难关时 请相信 只要挺住 就是一切 凡事都有过去的时候 你流过的汗与泪 终将成为照亮你前方的路 你老说你找不到理想的另一半 难道说你就成了理想中的自己 俗话说 所有遇见皆有因果 你会遇见什么样的人 都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这个道理 却有很多人都不懂 一味抱怨自己 没有遇见理想的另一半 却忽略了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不要去追一匹马 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待到春暖花开时 就会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你是谁 就会遇见谁 要求别人之前 先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当你变得更优秀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才能遇见更好的别人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你若精彩 天自安排 活成自己都会喜欢的样子 才能遇见你理想中的另一半 要是每个人都懂你 那你得有多平凡 人生在世 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 甚至可能还会受到别人的嘲笑和讥讽 而这时你要做的 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坚持自己的选择 永远不要苛求别人 都能理解自己 更不要让自己活在别人眼里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你在做事时才能更加专注投入 取得自己想要的成就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你才能更加洒脱 选择了远方之后 就能心无旁骛 只管风雨兼程 你就是你 独一无二的自己 别人能否懂你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坚持活出自己 能做到不在意别人眼光的人 大都内心通透 能按照自己的意愿 洒脱过一生的人 注定不平凡 觉得自己牛逼的人 都是因为圈子太小 俗语有言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做人 最忌讳的就是太自以为是 因为比你厉害的大有人在 然而生活中 不乏孤芳自赏 夜郎自大之人 这种人往往眼高于鼎 对自己的能力预估过高 太自以为是的人 很容易就会吃大亏 人活着 别自以为是 别轻易地看低他人 不多多逼人 更不傲慢自大 不要做一个过分张扬的人 否则最终只会暴露自己的 无知和愚昧 不要让自己活成井底之蛙 只有跳出井底 走出小圈子 你才会知道 外面的世界有多广阔 收回自己的傲气 保持虚心 学会沉稳 明白墙中自有墙中手 你才能做到更好 最终站到更高的平台 有时候选择放弃是对的 但是放弃选择肯定是错误的 电影《卧虎藏龙》里 有一句经典台词 当你紧握双手 里面什么也没有 当你打开双手 世界就在你手中 有时候选择过后 发现方向不对 即使选择放弃 说不定会换来 另一种拥有 而从一开始 就放弃选择的权利的人 则是对自己缺乏信心 也是习惯了遇事逃避 选择放弃 是有勇气 给自己重新开始的机会 而放弃选择 则是懦弱 是没有面对失败的勇气 选择放弃和放弃选择之间 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 作家刘童曾在书中写过 一次选择 一次选择不会影响我们的人生 但每一次选择都代表了你对生活的态度 最好不要放弃每一次选择 放弃选择就是放弃自己 所以请珍惜每一次你可以选择的权利吧 选择放弃 有舍才有得 但是放弃选择 你将一无所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 我们一起齐声去流浪 虽然没有花响 虽然没有花响没伤 单身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样 远地翻开一看 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我遗忘 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